白色轿车从巷口窜出 但车门却开着 因为黑衣男急着跳车 整个人从车里摔出来 在地上翻了好几圈 他忍着痛继续狂奔 而轿车直到撞上路边车辆才停下来 这么着急到底在躲谁 你停这边人家车库啊 刚刚刚有人跟我们躲 你真的有带忙看一下 你的出生年日是多少 出生年日 你的 时间往回推 黑衣男围停在路边 遭到盘查却报假身份 连自己的生日都报不出来 马上引起远警怀疑 发现自己躲不了了 竟然油门踩了就跑 沿路逃逸 从士林城的路四段逃到北头 沿路跑了将近四公里 最后撞上轿车 连滚带爬还躲到民宅窗台 远警一路追 经由附近居民指引 终于找到嫌犯踪迹 他从防火象逃逸 爬上二楼窗台 最后被揪进民宅里狼狈落网 撞车后就逃跑 吓坏附近居民 原来他会这么紧张 是因为从108年就被通气 从台南到双北 一共四个地检署 都有暗在身 身背七条通气 甚至还在身上搜出海洛因 逃了四年 这回还拒检 让远警冒险爬上二楼歹人 再怎么会跑 终究还是躲不过 提问新闻讲 孟宇苏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Furycalled 禾 颜色 颜色